走进展场一面而来的是色彩缤纷的冰冷染挂布 立体染灯和各式各样的生活家世 围巾 蓝筛图等 金百件植物染工艺作品 现场穿着茶染服饰的私茶人 以茶染桌巾布茶席风茶令人惊艳 他们的染布里面的一个染料 都是用了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 增添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个美学 中补香它原有的特产 可以把它融入生活当中 那是一个文化创新的一个展现 染这个区块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而且它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面出现 这种特别它着重就是在植物 以在地产业高山茶 檳榔子 大金等植物作为染料 甚至取材有害环境的野草 如小花曼泽兰 咸丰草等 设计出多款工艺展品 除了达到环保目的外 也为社区开拓出产业新奇迹 想要让茶有多元的一个运用 然后后来才发现了 哇 我们去用茶染的衣服穿起来就很特别 很舒服 然后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 有一种回归大地的一个不一样的呈现 东兴村在日据时代就有染染记忆了 那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记忆全部找回来 再做一个传承延续的一个动作 缤分野草染 缤分就是以槟榔 然后再加上一些野草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用废弃物再生 来做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展品的呈现 厢长李毕金表示 染汁是一门古老的生活工业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邀请民众前往感受植物染的工艺美学 新唐人眼的电视发现 他们家一采访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认词人大?".